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童言无忌 这个节目 我是童光辉律师 我目前服务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美国的加州 那么在靠近旧金山 塞满市湾区的这个硅谷的中心 圣河西市 那么呢 我是在美国加州从事 专业的房地产律师呢 还有呢 房地产仲介的业务呢 已经好几年了 非常有经验 那么非常高兴能够透过童言无忌 这个视频网站的节目 希望能够对国内的朋友 有机会呢 做更多的更广泛的 有关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相关 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我们基本上来讲 目前的位置是在美国的加州 那么我在别的节目里面 也稍微提醒过各位 那么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在于说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是可以取得到 这个永久性的土地的所有权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美国来讲呢 它的法律呢 并不限制土地的房地产投资 不是说只限制给本国人 全世界各国的外国人 只要你手头上有资金 都有机会到美国来投资房地产 那么就取得到了永久性的土地的所有权 那么这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对于人类来讲 人口不断的增加 可以使用的土地的面积呢 相对来讲就越来越少 所以呢 房地产之所以会涨价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土地的价值在增加 如果说你能够取得到土地所有权的话呢 那么将来土地涨价的部分呢 就是保留在各位的手里面 而不会担心说 五十年或七十年或几年以后呢 会被政府收回 美国的房地产投资 最大的特点在于说 能够取得到土地所有权 另外呢 在加州 特别我们说美国呢 有五十个州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加州 做房地产投资呢 因为加州这个地区呢 是第一点呢 靠近国内比较近 交通方面比较便利 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 加州本身 它不会下雪 冬天不下雪的话呢 对于房子的造成的损害 就相对比较低 那不下雪的话呢 到了冬天呢 商业活动也是继续在进行的 所以呢 也比较 生意上比较活络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旧金山湾区呢 基本上是不断地在接受 全世界移民的一个地区 那么它是还是接受 不论美国全国来讲 是不是遭遇到 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但是呢 San Francisco呢 这个地区啊 它基本上是不断地在接受 全世界来的移民 当然呢 这个很多人是带着资金进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区投资房地产的话呢 永久性来讲呢 它会保持它的value 它的价值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南加州的洛杉矶呢 也可以考虑做投资 那么在洛杉矶来讲呢 就很有名的 比如说迪士尼乐园啊 环球影城啊 各方面啊 好莱坞啊 这些拍片厂啊 那么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华人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 那我们律师事务所呢 对于这些地区的房地产投资 都有可以提供各位很多的将来专业的服务 那么另外跟房地产投资相关呢 可能就是移民的机会 如果说各位手楼上有些资金 差不多我们就是说 美金大概在60万美金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 也就不过200万人民币 换算成台币的话呢 也就差不多1400万新台币 那么就可以呢 有机会做到全家移民 合法的移民 大概在6个月左右就可以拿到绿卡 这也是非常快 最快速的移民的一条途径 所以各位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这方面 那么房地产投资方面呢 金额也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正好是相对于来讲 美国美金在贬值 然后美国的房地产呢 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新的一个低点 差不多来讲呢 有个100万的这个人民币 大概就有机会 相对于来讲 可能是600万的新台币 就可以有机会呢 做一些简单的投资 那么大概买的这个物业的对象 差不多是差不多是1000平方英尺左右 两到三个房间的公寓 我们可以出租 那么出租的回收呢 差不多刨掉费用 缴掉税已完了以后 还可以差不多有5%左右的利润 那么比放在银行要好 当然还要将来还会 房屋有涨价的机会 所以怎么算起来的话 都比放在股票上面来讲 要比较稳当 因为股票上上下下的 很难讲的 那么投资放在银行呢 当然是更没有利息 所以我想对于各位 有机会做房地产投资的话呢 可以考虑了在美国加州呢 从最简单的这种 两到三个房间的公寓开始 那么美国它的面积大小呢 是用平方英尺 差不多1000平方英尺 换成平方米的话呢 大概在95平方米左右 台湾来讲是用平 是用日本当初留下来的平的制度 那么大概1000平方英尺呢 是差不多在25平左右 这个大小 所以对各位国内的朋友 大概你有个大小的观念 那美国这个平数 基本上来讲的比较实在的 因为它公共面积 占的比例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说 有所谓的1000平方英尺的话呢 就是真的在室内居住面 就有1000平方英尺 再加上美国 在美国买房子 都是经过装修以后的 所以你买到的这个 公寓房来讲 不论新旧呢 都是有厨房的用具 然后呢 这个卫生间浴室 都是装修好的 当然呢 就看新旧它的状态 那各位需要家庭的 可能就是家具 床啊 沙发 冰箱啊 洗衣机 烘干机 大概这些家电的部分 那么至于说 其余的部分都是 包括在你的买家之内 所以折算起来 是比国内要合算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其实希望是能够 靠各位朋友 帮我们多多的 在国内的推广 那么如果说 你看完以后 觉得内容还 蛮有知识性的话呢 帮我们推广给你的 亲戚朋友 多多收看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们是希望说 你能够透过我们的 网站 我的个人网站是 www.tonghouse.com 那么我的电邮 我个人电邮呢 是tonghouse.com 我都是提供免费的 咨询 那么更希望将来 有一天 很快的机会 各位呢 实际上能够到 美国加州 来做房地产投资 我们能够提供 更实际的帮忙 与这个服务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为止 希望各位呢 能够经常收看 我们这个 童言无忌的 这个网站 视频的免费的 录像节目 那么并且 给我们指教 给我们提供 一些问题 互相联络 谢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 谢谢您 再见